如何用最烂的装备打出最高的伤害 或是用最差的待遇做出最大贡献 说实话 咱们平常干点啥 都讲究一个性价比 假面骑士也不例外 挑选队友亦是一门学问 本期阿浪就化身专业人士 交交大伙成功小妙招 拉拢到那些性价比最高的莱达队友 有请第一位大神 假面骑士沃子 用名 沃公公 是假面骑士 是石王中的三奇 他虽然名义上是老三 自身定位 却跟石王主线高度榜低 说是男二一点毛病没有 至于为啥说沃公公性价比报表 咱们一步一步慢慢看 首先作战方面 作为三奇之光 沃兹的待遇 可谓是所有老三都梦寐以求 整个未来篇三个派生 全由他一人独享 TV第36话 还解锁了最终银河形态 并且这银河形态 还自带派生切换功能 强度方面也从不拉胯 稳定暴打敌方倒霉大 最重要的是啥 是沃公公 无论变身还是形态 都不是吃的自家自远 而是抢的对面 削弱敌人的同时强化己方 这性价比也不是杠杠的 其次作用方面 沃兹在剧中 不只是当青蛾怪那么简单 他很多时候都非常关键 例如开局 以及前中期 给小魔王送腰带 确保假面骑士亡的诞生 关键时刻出手救人 确保庄文公不会当场封魔 还要以自己受伤为代价 拖入魔阵 上头盖茨等等 战力高 有作用 数次关键先生 以及最重要的不吃自远 可以说沃公公 真正做到了性价比 拉满的神奇队友 第二位 贾美奇是最广 没错 就是人称大超的那位战神 如果说沃兹 是用你的东西 打了你满地乱爬 那么有理就是 真正做到了 用最基础的装备 打出最高的神价 醉光初登场于TV第16话 一开始是首饰型武器剑男人 毕竟他的本体游里里 在千年前放弃了人类身份 选择了和剑合为一体 到了第21话 醉光才正是作为人形骑士 X剑侠形态登场 战力方面 游里作为五五开战时 跟谁都能打得有来有回 仅凭一把光刚剑最光 和偶尔玩上的暗黑剑员 他就可以上打圣主仙神 下砍不死鸟人数 甚至偶尔还能占点便宜 至于剧中作用方面 那可就大了去了 升任副本的难度系数 并且身为光之剑 游里的盛光附带许多能力 例如显现邪恶解除幻术 消除记忆 以及最最重要的治疗奶人等 可以说是功能性拉满 选择游里作为队友 不管是从性价比 还是战力以及幅度性 他都绝对是最顶尖的一位 咱就是说 性价比这块 还得是看我挤压傻子组合 第三个 土豆佬和胡须佬 也就是海哥和老师 这俩还有兄弟 也是差装被打高伤害的代表 海哥在创期中的身份 是个中土豆的农场主 顾德明土豆佬 他在TV中起才首次亮相 并且出场自带当版本 T零装备 积压驱动器 但话自如此 海哥在剧中却没有当过顶尖战力 他打的一直都是强于自己的对手 从危险暴走兔坦 到崭新出场黑化老师 再到无敌的大森亲爹 火星蛇皮怪 无不是强过他许多的明星选手 可海哥还是凭着自身任性和操作 强行打得有来有回 甚至在最终决战 一行人争取了宝贵的事件 而老师人也是如此 他变身恶霸洗白后 打起架来比谁都拼命 屡次顶着重伤出击 靠中期装备 硬打后期的高端局 配合永不吃饼 鳄鱼剪刀脚 很多时候都能打出非常牛逼的高光操作 老师人偷海哥一样 牺牲在了罪攻决战 他拿命破坏了 灌人台一种的进化启动装置 使蛇皮怪被原地英雄许久 为战斗龙我创造了机会 综上所说 土豆老和胡须老两人 绝对是不吃装备 却能打出高伤害的模范代表 甚至这俩傻子 时不时还能在基地里 给大伙儿争点活 活用一下自闭压抑的气氛 作为性价比队友争选 再合适不过了 第四位大神 花家大我 是假面骑士埃克赛德中的三起 这位更是结成小能手 除了前期派生形态 是他自己抢的卡带外 最终模拟玩家形态 都是跟飞彩强化魔王形态 共用的一个卡带 要不是瞎讲 后来又搓了一个 这俩形态甚至都不能同时出现 后期战力跟不上咋办 喊 不劳烦你卡密大人 我直接去抢 对面BOSS老谭的形态用 为了省下宝贵的形态位置 给家里兄弟们 他真的 阿能哭死 不仅如此 在战力方面 大我更是毫不含糊 只有装备被碾压 没有我不敢打的 一个人撞见路边野生的金客 他都敢变身舰长 哭哭开包 除了战力之外 大我的剧情参与度也不算低 他从前期开始就推了不少主线 包括发现有梦患有游记病 传数据制作卡带 还有后来的边界使 救尼格的侍卫 谁能拒绝这样一位 不吃装备 不吃经济 独自一人 就能调查出许多关键情报 平常战力够挺 哪怕真到了绝境时刻 还能一转攻势 换身真男人的好队友 史上性价比最高队友 假面其实一条桑有多离谱 第五位 一条薰 五代桑 请看好 我不用变身 不变身都能肉身草怪 哪怕小手枪碰碰乱射 哥们命是真的硬 一条桑是剧中第二个 知道空母真实身份的人 因此他负责给五代提供全防卫支持 但就是这样一名 看似只能打打掩护的战场边缘人 却有着绝不属于空母的满腔社区 他没有变身能力 却依旧冲锋在最前线打架 并且多次在空母 即将捡一条命的危机时刻 冲出来救场 同时使用现在科学技术和机械 让古朗机怪人知道 多读书的重要性 在TV第四二六话 还差点肉身是神 硬扛将军古朗机一臂都不说 在半空中还能调整姿势开枪 使用神经断裂弹将其打瘫痪 但凡一条桑选择稳一手 再开枪补个刀 将军古朗机就得当场去世 如此高的伤害转化能力 一条桑却甚至都不占 一个骑士的变身位置 他作为队友 许多主机看了 哭上个三天三夜的物质 没办法 哥们是真想要我 最后第六位 赖打鹏鹰眼 门天超人 评问为啥就鹰眼 你就说这小工艺拿 有没有那味吧 他原本是菲尼克斯的司令官 但因为第一局时 使用利维斯驱动器 变身失败 而遭到降职处理 被贬为了分队队长 在门天最需要力量的时候 受其送来了蒂蒙斯驱动器 于是门天接过腰带 成功科命变身 假面骑士蒂蒙斯 变身后的门天 总算有了战斗的资格 他只要打起下来 就是拼上全力的死战 哪怕身体近乎崩溃 门天超人也熟熟无睹 硬生生靠异地战斗 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装后继归来 他就不怎么变身了 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会出手 例如打紧犯病的达尔 其他的时候 都是作为自由人存在 真变婴眼的属于是 那么为什么说 门天作为队友 性价比十足呢 首先还是那个问题 他不怎么吃自愈 前提用的蒂蒙斯驱动器 严格意义上说 只是残自癖 在门天手上 却能发挥出 极其强悍的战斗力 伤害转化率拉满 这样的强者作队友 怎么会没有性价比呢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不同看法 或其他想看的内容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 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